我們立即可以開波了 第一個就是佛娜,佛娜第一隻精靈是... 白凱斯 白凱斯我們可以用雷鳥去打 雷鳥的特工簡直是神奇 Hello Eric Casey 你好 我們打完佛娜 這個雷鳥有雷擊 有雷擊飛天、鳥鑽和打雷 我估計她的威力應該是足夠的 足夠打贏她們 這招吧,軍天雷 沒錯 軍天雷我記得命中率是...低的 但如果比她快應該沒問題 鐵甲杯 鐵甲杯 都是軍天雷 都是一夜的事,沒有問題 尤其是鐵甲杯這些... 特殊方面的能力偏向低的時候 雷鳥的軍天雷就絕對打不贏 這隻是打外獸 打外獸其實雷鳥也偏向難 因為她的特殊也不太低 不過都可以照用軍天雷打的 對 照軍天雷吧,沒問題 應該...一本... 嘩,秒殺 萬了萬了 OK 呃... 這個就是迷順者 迷順者 用回我們的主角 噴火龍應該就輕鬆過關 一夜噴射火炎 噴火龍我幫她學了一招地裂的 雖然不算太強 但也有一個技能可以用 最後一隻就是貝貝龍 拉普拉斯 拉普拉斯我們可以照用雷鳥去打 可以輕鬆秒殺的 我猜 我猜是可以的 然後再... 哎呀,沒有中到 暴風雪 暴風雪啊 各位雷鳥 會不會馬上收盪呢 有機會的 OKOK沒事 結冰 結冰 各位 一個... 一個... 一個事故出現 一個暴風雪 結冰 立刻收盪 我應該可以用地裂的吧 我應該可以用地裂的 我們試一下用 暗火龍 用地裂 噴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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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到 這裡啊,用鯉魚龍吧 因為其實地裂這招技能 他好像是... 不知道計算速度 還是... 好像是計算速度 好,鯉魚龍 我幫他學到十萬伏特的 因為主要用來打 阿道那隻鯉魚龍 還有這個十萬伏特呢 畫面是... 很誇張 小時候打火火的感覺 五十三呢,這麼好力 太厲害了 君天雷 好,我們用鯉魚龍 雷龍打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可以慢慢的 不過打的眼睛應該是有少少... 有少少受損的 用了幾次十萬伏特之後 好,繼續 哎呀,打自己了 沒問題的 這裡死了我們唯有用著 沒辦法 雷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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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鳥不想出 噴火龍 噴火龍 噴火龍的噴火龍 噴火龍的噴火火焰 順利解決 然後就是... 格鬥系 格鬥系也是相對的不難 以我的陣容來說 原本我的陣容其實也不算難打 這個時候只需要吃點藥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 還有我買一些強化的用品 如果不夠打可以用強化 不過我想... 不太大機會會用到 或者可能在最後打孤軍的時候會用到 OK 好 好 那阿四 是不是阿四 還是希巴 第一隻是大岩射 我們先消耗吧 很害怕的 先消耗吧 他第一隻是大岩射 基本上... 如果他... 就算他用岩射擊 應該也沒什麼威脅 我記得他好像用岩射擊 打了雷鳥死了 但是沒問題的 雷兵火捉了 當然了 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捉 而且很痛苦 因為初代的神獸要用睡眠才捉到 所以... 我的巴他就會拿出來 大岩射我們可以用沖浪 對面用普通技能 輕鬆 老噴都53 差不多 53 52 呃...他這隻是沙... 呃... 呃... 比華拉 是比華拉 比華拉對於這個負敵來說都沒什麼問題 某更重要 呃... 猶基蠅 顶多 這是我的普通技能 他打你,游擊蠟會有機會死 這隻很厲害,你自己撐下來 他這隻是格鬥技 你看他這隻格鬥技,先瘋了 一踢游擊蠟就立即收我當 這個時候用雷鳥 其實可能門寵會比較穩妥 這裡我們用飛天 飛天,直接避開 他這一下不是反傷嗎? 我看到他的反傷很少了 真的瘋了 Iwaku,Iwaku是大閃蛇 我們可以照用水技 這麼麻煩要睡眠? 對,要用睡眠 三隻雷鳥不睡眠 或者用精靈球扔不中他 所以三隻都要睡眠 我要特意拿一隻巴他碟出來用睡眠 還有巴他碟只有20多 飛人超人 對 球技一直都不知道是什麼 尾巴打 你說比加超學到那招 最後一隻是怪力 怪力我們可以用雷鳥打 這個就是瀑鑽 這個就是飛天 我們可以用一用這個 其實兩招的威力好像差不多 我記得好像差不多 OK 他剛才沒有打中 不知道是什麼技 那就是成功單人怪力了 非常之簡單 太希霸 他的名字好像韓國粗口 OK 來到 這個叫什麼名字 谷 什麼谷 其實可以 但不好 還是不會買他 第二招80 對,我記得80 飛天90 對著80飛天70 我們來看看 好像沒得看 沒得看 我怕好像差不多 差一點 看看 第一隻是緊鬼 第一隻緊鬼之後 鬼斯通 我都摸索了他的技能 那這裡我們用一隻 噴火 不可能用一隻 不可能用一隻 或者是用有機納 這裡 不可以用一隻 有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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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有食夢 催眠 食夢催眠 黑野魔靈 還有招 暈電光線 食夢 對 對啦,對啦 基本上就...我們可以用個強化 用一用個強化 誒,強化 我對面用了這個,56血扣了 這個時候我們用這招...快過去 因為吃了速度藥 那可不可以一下打死他呢? 相信應該不行 不過我們都試一下,打一打吧 下一試 奇異光線 倒他,不混亂打自己 好,打贏鬼了 非常輕鬆 OK 啊,這個是大幅 照龍的大幅 誒,假了 大家混亂 嗯? 直接走了 為什麼他直接走了呢? 搞什麼 好,精神強烈 鬼斯通應該是... 對啦,還是不死 不知道要用什麼 用另一招打他吧 免得浪費這麼多PP 反正他都會死的 對啊,還是要用這個下招 對啦 對啦 還是要用這個下招 嚇我一下招打他 還是要大口袋 也是大口袋 都是大口袋 都是大口袋 也是大口袋 都是用光線 也是用...光線 什麼運... 是不是運...還是不知道什麼光線 我還記得這招叫做 阿發怪 唉 斷線 Sorry 在這麼激烈的情況下 竟然出現斷線的情況 好 精神強念 幻象光線 忘記證明了 外面吃雀 應該小招都贏到他 我特意用兩招攻擊技 因為我怕PP不足 好了 最後一隻是耿鬼 耿鬼依然可以用有機納打 因為加速度 耿鬼不夠我快 好 一半 食夢 應該可以打贏他 一隻耿鬼打完 太厲害了 油機納 簡直是舊版的一個過關神蟲 但小時候不會練 有誰小時候會練油機納 小時候鬼會練油機納 小時候會練油機納 誰會練油機納 好 好 斯伯羅尼就來到 杜的房間 我們是時候要看看這個 杜的實力 杜最麻煩的是他一隊的龍系 很麻煩 一隊龍系 一些水系 一些岩石系 一些飛行系 非常多麻煩 特化 尼隆 R66 Ruby 你好 我們現在即將打完這個杜 到第一隻就是李魚龍 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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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進來的 會員觀眾 我這一個 Pokemon的紅馬 捉了三隻小鳥 學了一兩招技能 大概的進度就是 打到這裡 Level沒什麼大改變 對面就是李魚龍 魔方也是李魚龍 相差20隻李魚龍 但我是有10萬伏特的李魚龍 而對面只是使用燈眼這些技能 哇 這個十萬伏特的一隻軍毒 看到眼都麻煩 好 對面還要麻痺 如果對面麻痺 其實我可以考慮強化 但是這裡就不強化了 直接打吧 眼都麻煩 看到他斬過幾下 268 2659 這隻是蝦古龍 打完第一隻李魚龍 之後 啊 蝦古龍我們應該要用冰蟲 急凍鳥 初代最強傳說 哈囉阿家 你好 我們現在進度就是 說到抓了三隻神鳥 然後改了一兩招技能 這部沒有點大差距 那麼急凍鳥的技能配置 第一招是斬 第二招是急凍光線 第三招是飛行 第四招是暴風雪 那我估計應該要用暴風雪打吧 因為對方高低過我 所以我都會選擇暴風雪 而且他不是飛行系 所以我用暴風雪 如果他有飛行系 我應該會用小招技 那暴風雪的威力都相當之強 一發就可以秒殺 其實我原本也打算配破壞死光 但我好像沒有破壞死光 好像要進去機地活代幣 好 化石飛龍 化石飛龍我們用雷鳥 好 好 我們用雷要大 接著就 轟天雷 他高過7 轟天雷 超音波 暈暈的超音波 OK 轟天雷總到 那就完美了 秒殺 最後一隻 最後一隻就是快龍 肥帶 肥帶 肥帶當然就是用 急凍鳥的急凍光線 阿道的主角重 然後就用普通的光線 應該就不可能生存 沒錯 那就輕鬆打贏了 哈哈 實在太容易打了 只要有神鳥的力量 只要有聖鳥的力量 基本上就 不值一提阿道 我有沒有死到 好像沒有死到 那些精靈 只是頭三個 出了一點意外 但又沒有死到 OK 火鳥不足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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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行 要傳回去 怎麼可以不足 好 那最後就是這個 我們的敬敵 GaGaGa 真有趣的名字 改了一個很有趣的名字 所以很奇怪 這對話 可以直接開始 我們打敬敵 來了來了 來到最後四天王的 最後一環 這個冠軍的挑戰 那對面派出第一隻 就是 大比鳥 大比鳥其實我都沒有想到 因為他一開始 由頭到尾都是擺比比鳥擺頭 擺到...擺到... 來這裡 我也不知道 飛行技 應該還好的 你魚龍真的很厲害 還是大比鳥太低攻呢 打到我三十幾 好 這一下的十萬伏特 令到大比鳥 就重創 因為爆擊再加上黑屬性 如果這一下十萬伏特 對面有學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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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學屬性 不要緊 我們派出我們的聖鳥 我們的聖鳥拯救隊 這個可以用電擊 因為都怕未必中 害怕的 好 54 54 哦有附敵 這隻是附敵 就是附敵 我們用... 李源... 不不不不 我們是附敵用噴火龍 附敵用噴火龍的... 撕裂爪 應該可以吧 我們不用地裂的地方 應該打不中他的 是地獵會 似我再生就見 這個獅子爪很厲害 獅子爪痴 這招是... 牆 這招應該是物攻牆 也就是... 反射牆 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光牆就是反射牆 這招是誰 我不知道是誰 這招是噴火龍 啊! 糟糕,摩利龍 這招應該可以出的 這招應該出不到 這招 被人砍 沒事,沒事 這個小問題 那我可以用什麼 我們是不是有噴死爆炎 我忘記打 都是針 他應該是沒有岩石技能 所以... 未必贏到我 其實 未必贏到我 我們慢慢噴死火 可以噴死他 遙尾巴 為什麼他的遙尾巴 是沒有減到我的能力值 呢? 燈眼 好誇張 噴火龍 竟然可以贏到鐵甲暴龍 有點誇張 其實 這招好像是鳳神犬 鳳神犬我們派... 有幾個招 應該是鳳神犬 還是鳳神犬 鳳神犬我們要用精神強炎 呃... 鬼火 好像是 不知道是鬼火還是吹飛 是吧 好像沒有鬼...應該是吹飛 真的叫飛 這個火花 沒有什麼特別 不會痛 這招 好痛 這麼多人爆擊 他高過20 沒問題的 爆擊 好 幻象光 其實也是燈眼 這裡 對面的技能配置其實都算簡單配置 所以其實不需要太高就贏到 非常輕鬆就贏到 四大雷尤基納 這個好像不知道是什麼場 我們不幫他學了 反正我們沒有... 我們有一招瞬間移動 但我想留一招瞬間移動 反正都不壓 這隻是誰 這隻不是椰彈樹 我們派火鳥出來 這麼久沒有出來 哈哈 對,椰彈樹 那火鳥呢 我就幫他配了一招劇毒 但應該未必用到 我們有火焰旋窩加劇毒流 這個是水雨推薦的配置 我們可以試試玩這個配置 但應該要劇毒了先吧 oh no 原來用完火焰旋窩是這樣的 我原來都沒得動 這裡沒有中到 好 OK OK 這裡劇毒的動物也有趣 催眠術 睡了 可以先催回我的眼睛? 為這個激劇的VGM 帶來這個緩和的氣氛 OK,起來 然後就可以試一下這個劇毒火焰漩渦流 火焰漩渦流 沒有中到嗎? 沒有中到,剛才說 這招是什麼來的? 這招不知道是什麼彈,我看到它的技能名 OK 現在椰彈雪中火焰漩渦那一家劇毒 可以體驗一下雙重傷害的開心 搞定 最後一隻就是水箭龜 水箭龜當然就是一發軍天雷就可以回家 我猜 它那個10個,但面對著黑屬性的情況下 它應該是無法生存 好,完結 這樣就完結了各位 成功挑戰這個敬敵冠軍 我們將會成為新一代關東聯盟的冠軍 好 然後又是大木博士趕來 然後再對他的孫仔訓話 哈哈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會輸 因為你對精靈沒有愛 我這 去抓齊那三隻聖鳥才對精靈有愛 哈哈,肯定是 好像是吧 OK 可以留言說話 早晨,你好,我記得 初代炸彈,總之機關槍 應該就像是炸彈的技能 好像是彈的技能 我記得 我剛才看到有彈這個字 混亡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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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成功挑戰啦 其實真的不難打的 真是... 初代來說 怎麼說呢 比較麻煩一點的就是 他可能那些... 很多東西你都要自己慢慢去探索 去摸索 就好像游泳一樣 你不按就不能游泳 砍樹你不按就不能砍樹 所以很多東西你都要自己按 但畢竟他是這麼舊世代的一個遊戲 其實... 作為那個時代應該都是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雖然好像有點恐怖 很多東西都好像有點恐怖 有點獵奇 尤其是紫苑陣的BGM 還有... 如果你不捕捉三聖鳥去打的話 其實都OK的 因為這一隊主要靠... 比起昨天不同的地方 就是多個雷鳥 因為打擊面大了 多個招雷 多個招雷 多個招兵 已經差很遠了 但如果你不用雷鳥和急凍鳥 可以選... 迷信者 雷鳥和這個... 雷伊貝 電擊獸 比加超應該都OK 不過比加超比較脆皮 OK 完結了 這樣就... Pok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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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完結了 這樣就... Pokemon 盾了 Pokemon 盾了 所以MK新知者 顧品是誰 MK新知者 顧品 這個聯盟其實是... 好像沒什麼人考究的 究竟這個聯盟... 關東聯盟... 這些聯盟... 究竟... 是開過多少屆 還是這個是第一屆 但不會啊 但我試都這麼老了 肯定是說不知多少屆之後的事 13個小時算快 13個小時... 普通啦 13個小時... 有幾個小時的時間... 一個小時的時間去了足料 比較麻煩的就是... 因為... 他要睡眠了才能夠捉 所以我用了一點時間 用了一整個小時去捉 那三隻 都幾繁複的... 這個程序 首先一開始我用地鼠 我用地鼠用飛沙腳 踢到他們盲了 之後再... 搏運到睡眠粉去對面 之後再捉 三隻都是這樣捉 如果要快一點的話 就說可能... 可能要用少少... 即是用少少經驗 用少少路袋 其實我玩HK 沒什麼用路的 我沒什麼用路的 大家一開始看我都知道的 我很多時候都很想 即是快點過去有很多地方 反而不是很想... 留太久還是怎樣 總之就是不是很想... 不是很想... 用很多很厲害的蟲子這樣過 我都是隨便玩 三神獵一個小時 差不多 超夢夢未捉 等下要去華南洞 要捉住 那就... 這就可以... 等傳送了 可以等傳送了 可以等傳送 OK... 十三個小時 我們成功回來 唇八陣 各位 請問博士看看有什麼 沒什麼說 他說的都是Pokémon收藏的圖鑑 一開始聽音樂 以為有什麼... 咦? 話說我不是有個精靈球可以拿嗎? 好... 博士... 我的精靈球呢? 我成為了冠軍 請問我精靈球還有什麼 沒有了... 我五個精靈球已經消失了 OK...現在就飛去華南了 那對付超夢夢就... 應該都不是很難的 超夢夢應該 你說會慢慢龍 正常來說 慢慢玩 就是慢慢龍 是一個... 最正常的玩法 Pokémon 真是... 這個才是正常肉食遊戲 應該要做的事情 五個球沒有了 對了 為什麼一個了就沒有了五個球 好...現在進去超夢夢 那...華南洞要捉超夢夢 超夢夢我們不帶火鳥了 因為火鳥... 火鳥... 一般的 我們帶一隻比較重要的地鼠進去 地鼠和斑哈蝶 吉動鳥其實都可以擺走 吉動鳥擺走 Rulisa Rulisa 然後剛才拿那隻花蝶碟 然後這裡拿地鼠 地鼠是... 這隻 70咧了 超夢夢 現在捉了華南洞與鬼那隻東西 就完結了 可能有些人問會不會玩這個... 不過我就會在另一個...另一個版本裡玩 可能會自己有空在另一個版本裡玩一下 OK 哎呀... 忘記了 忘記了有這條彈散器在那裡 OK 超... 超... 傻... 不是不是不是這個... 這是什麼鬼啊 老鼠 恩... 關哈蝶石鬥招 出到幾岸 看運了 哈哈 三聖鳥都是這樣玩的 看運了 因為要睡眠 那些花蝶超夢夢都要 不對喔 一個大絲球就行了 不用睡眠 不要緊啦 我們試試普通球 真的不行才有什麼 是不緣啊 這個不緣 著名不緣 之後是不是開水晶版 水晶版還是盾版 水晶版其實都可能會 因為始終我都想過一二世代的VC版 應該都會玩 至於我不拍出來的那些 我會自己玩 嘩嘩嘩 低B啊 不用吃了兩個黃金噴霧 浪了七個水 急凍你的暴風雪 冷了他就很容易做 我真的不一定睡眠 任何位都可以 可以啊 不過這個位是剛好他出現在 為什麼這麼多人拍片拍那個位呢 因為他那個位是最接近 可以用到飛天和 瞬間轉移的地方 我記得 呃... 游泳游泳 還有這個華南 因為這個華南動語的精靈都很高 但其實... 但其實應該很少會玩完之後 還在那裡練到一百厲害 嘩 在這個動語先想想想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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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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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了 嘩 好高耶 是不是五十幾啊 四十六 要遇到怪 走不去 超音波 唉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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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玩完第一代可以直接跳去第二代 第二代 看看第二代究竟 那個 差距的代數差距有多大 糟了 忘記了 太龍武玩 太龍武玩某個遊戲忘記了怎麼玩 以前 以前 日日走 任何位都可以 水晶貓會洩四關劇情 立即捉電帝女工 如果我玩VC版 很多神獸都會捉 因為我 主要都想傳回去做一個紀念 做一個紀念 傳回去看看 糟了 不知道怎麼走 是不是這裡 好像是 好像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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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撞怪 嘩 嘩 多英俊 他 五十五 應該不會被他 應該不會打死 嘩 自爆 自爆 其實有機會扣到 多藥紅血 找一個核二 核二 核二 好啊 用錶場去玩 啊 八怪 我放一個最高 都不夠他們的高 噴木馬上廢了 我有沒有高 沒有 最高 這隻 放過我可以嗎 我們先試試超夢夢 欸 八便怪 六十五 八便怪 會不會太高 你 不要被他變到我 又是卜 會被他炸死 我 炸多我兩隻應該就死了 爆 先吃醬 他炸我沒有成本 他瘋狂爆炸他 怎麼搞啊 沒什麼印象 嘩 嘩 臉 你看到他 六十四 他瘋狂 其實華南動員開放這麼高 有沒有必要升高一些精靈 其實 華南動員應該是最後 你說如果深金 深金 深金都還有 即進來都還有 即都需要練level 因為他要打wet 那些 而且深金有很多東西玩 深金可以挑戰一些管事 太多東西玩 至於這個技術 好像都 純粹真的當是一個紀念 嘩 高級球 走那麼久 走那麼久的嗎 嘩 是綠彈啊 我們不如抓一下 看看是不是綠彈 這隻好像 打不打贏 應該贏得 差點死了 差點死了 光場 特殊房 來啦 綠彈 蛤 這隻都要催眠他才能抓 不是吧 他 還是 為甚麼都要扔不住他 不會吧 朋友 遲了遲了 他在說甚麼 喝著他 總之簡單來說 真的抓不到他 很難抓 不動的心處 甚麼都有 是 再見 不抓了 再見吧 綠彈 有機會再見吧 初代有哪隻有睡眠技 初代的睡眠技 是否只有草會多 奇異種子 奇異花 還有 行路草 行路草 魔老蜂會不會 左邊的睡眠 呃 僅鬼吧 僅鬼 巨孤蟲 巴拉斯特 欸 是啊 原來他不是你這個位置 啊 對啊 因為他 對啊 他是左上角 這些 舊版本 來吧 我先去 波風雪 啊 不是啊 沒有帶波風雪 不要緊要 照打吧 波波救 唱歌 哼哼 你這個YCK 超夢夢 先來有冰天雷 Speed or Star 高速星星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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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眠 是否因為他那個什麼 蘑菇包子 今世代已經有了嗎 他的睡眠 嘩 超 超少 達達 至我再生 不如重開吧 好嗎 重開 就這樣大師球 其實應該是可以就這樣大師球 不過我想試一試 我想試一試 用地鼠 弄完他 弄一下 看看能不能 我特地帶地鼠進來就是這個原因 來 因為舊版 他很多重 好像三聖鳥 他只有兩招技能 可能有些技能是廢 然後他一用廢技打我 我就可以弄完他 Oh No 死了 已經死了 已經失望了 三聖鳥 問題不大 我們可以再試一下 噢 用錯 用錯 不要緊 我們可以再試一下 分開 我們可以試一下重開 讓我試兩三次 因為我真的很想試 雖然我可以直接大師球 我真的很想做蠻超夢 因為中了兩下的飛沙腳 其實他的命中率已經很低 低得很厲害 踢了六下 基本上 他一定拿不中 欸欸欸 墨工牆 這個 欸 先中了第一下 他還開 這個應該是那個墨工牆 兩下 你看 你看 超夢多配合 這隻 開了三次 他也照中 因為他速度太高 可能對他來說用不著 因為他速度太厲害 接著巴塔碟 巴塔碟的 欸沒中到 欸我也沒中到 自我再生 欸中了啦 nice 我們可不可以直接等他 試一下直接用高級球 等他試一下 高級球是吧 這個 直接等他 好可惜 好可惜 星星不是必中 可能是舊版 挖 不清楚 這個時候我們用最高級的寵馬 雷鳥 好像叫屏障 啊是是屏障 我以為是那一招長 我只看到他防禦加了 好可惜 這裡我們用 我用刀他 赤板通關少許支持 多謝GAS的Superchat支持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的少許心意 好 那我又有很多東西要通關 看來我要通關很多遊戲 繼續刀他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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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了 他爆個 Superchat 但是他沒有聲音 就是他沒有這個語音 這個再刀 應該可以再刀他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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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嘩 嘩 不要啊朋友 是真的多麻煩 超莫無 大屍球應該真的留給他 轉彈要 開場 他原來六級防禦 事實上比吉利彈還還硬 真是 太誇張了 又自我再生 我們重新借地鼠,嘗試撥它 這個撥沙的技能多麼強 高速星星 我先用君天雷 因為它加了這麼高防禦,用防禦打它變了沒什麼意思 應該要扣多一點 這招雷的技能很少 他真的會不中那招星星 有機會是初代100名中 麻痺了 麻痺了還捉不捉到 試試 這個可以讓它吃藥嗎 可以幫它解麻痺嗎 超低B的 我有一次捉三聖鳥也是 用雷技然後麻痺了 噴火龍撕裂它 噴火龍撕裂它應該可以 以前用急凍鳥捉了它 用急凍鳥捉了兵 總之不行 不過沒所謂,有大絲球 有200元就想捉了 太天真了 好了,差不多了 我的測試完結了 可以用大絲球收服它 可以測試完畢了 又可以玩又可以玩 又可以踢到它猛 要殘血 要殘血好像有點... 都不是難的 不過我怕打死它 只要我再生 三下二下雷 三下的飛沙腳 好,中了 死了 接著我們派君天雷出來 雷鳥吧 山打 板木想要大絲也想捉它 捉它 捉它的夢 好可怕 金雷馬上取消了這個系統 對啊 搞到我下個板木其實都想用睡眠的技能 我應該全部過關都會帶著睡眠 由這個板木開始 如果我沒有捉巴他碟 我連三聖鳥都捉不到 不是捉不到的,但我要花時間去找 有睡粉的精靈 好 幸好有捉到綠巫蟲 綠巫蟲才是最強的精靈 好,接著電鬼自己 爆擊 這招撞軍天雷應該都可以 嘩,它又會了 拿它來做這個沙爆 不停電 不停電它 這招撞軍天雷 恐狂 SPEEDDORSTAR 對,我版本又看到就好了 可以用黑色眼睛 下個版本用緊鬼 用鬼斯通 因為很快就...嘩 扎格就死了,試試扔它 不行,不能扔 好,現在怎麼辦 看看這裡 直接換了巴沙碟出來 唉唷,它又自我再生這個打靶 唉唷,它又自我再生這個打靶 唉唷 有Copy 有Copy 看一下,這裡 HIPERBORI 只有一個 因為那些三聖鳥我全部都是用高級球族 我買了15個 算了我們用大師球 唉唷,等它醒了我們用大師球 我們用普通球 我們用紅白球 我怕是睡了 睡得出 唉唷,時間就來了 打不中喔,好 Master Ball 好,可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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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都還有複製 好像頭三代都有複製 頭三代都可以複製 我誇張了 OK,成功捉了超夢夢 我們可以回家看看 那應該所有 這個版本的所有精靈 除了夢夢之外都捉了 那夢夢我就不捉了 夢夢我自己留在另外兩個版本上慢慢玩 好,回來看看那隻 巴他蠍製 巴他蠍製 這邊 秘主 拿掉所有強勁的精靈 710的超夢夢 然後有50的火尿 還有一隻急凍鳥 那我要放下誰? 噴火龍我可以放下 噴火龍要放下 尤基納、鯉魚狼、噴火龍 放下500元的鯉魚狼 換一隻急凍鳥 好,身上的精靈已經是現時最強的隊伍 急凍鳥 火鳥 超萌萌 242血 超萌萌的技能是速高速猩猩 精神強烈,還有加防火招技能,還有自我再生 雷鳥153 幸福龍玩沒什麼特別 到最後都是用不到地鏈 我自己私底下試過一次都用過一次 嘩,超萎萌 只有38防火力 好,完結了那個wrap版 你們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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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